陳明通主委真的是非常的失職 他這樣的一個翻譯言論 凸顯什麼 他是一個非常狂妄自大的人 所以在他眼中 這些求溫飽的人是豬狗禽獸 我請問陳主委 這些求溫飽的人 有多少人你知道嗎 光是這個中低收入戶 我們大概就有35萬 低收入戶有31.7萬 我們這些領基本工資的人 有高達75.6萬 而這上百萬的人口 就是你口中所說的求溫飽 因為他們連基本的生活 都非常的困難 有些還需要政府的協助 結果你口中 對這一些辛辛苦苦求生存 求溫飽的人 你這麼的不屑一顧 然後拿禽獸來比喻 我覺得你真的是一個 非常惡毒歹毒 沒有人性的人 我覺得他今天講出這一番話 然後受到壓力之後 只對韓國瑜抱歉 我認為這是不夠的 對這些廣大上百萬 被你罵進去的 這一些辛苦的 為求生火的人們而言 你一句道歉都沒有說 所以我認為他今天這樣子 道歉兩次其實還不夠 並不能止血 因為他這樣的一個言行 充分曝露出蔡英文的用人 是很有問題的 大家想想看 陳明通上任之後 他的名字叫陳明通 我們兩岸關係有暢通嗎 有光明嗎 沒有 不明又不通 通通都沒有看到兩岸 有任何的建術跟交流 我覺得今天他用什麼樣的理由 可以來謾罵別人 他今天第一時間否認說 他沒有針對韓國瑜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他所有最近的言論 都是衝著韓國瑜一個人而來的 那更可惡的是 不只衝著韓國瑜 他這一番話罵到了上百萬的人 結果他對於這一件事情 你看他的道歉 完全是沒有誠意的道歉 坦白講 今天他的道歉反映出什麼 他是被逼著 背後有人可能壓著他說 你今天必須給我開一場記者會 他是被迫被壓著出來的 我猜可能是上層 有人要求他今天必須開這場記者會 所以並不是他發自內心的 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我認為蔡政府 如果你要繼續用陳明通這樣的人 你覺得他這樣的發言大炮很好 但是他這些發射這些炮 是對準我們的小老百姓 你真的認為 對你未來的選舉會有幫助嗎 我覺得陳明通這樣的一個濕眼風波 其實更凸顯了 蔡政府他現在的眼中 真的沒有人民 如果蔡政府現在眼中有人民 我認為這樣一個人不適任 也不適格 除了今天的道歉以外 應該就直接請他走路了 換人真的比較快 別忘了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蔡政府換了幾位 他們幾位的罪 我覺得都不及陳明通 他這一番的言論 如果陳明通他今天 惹出這麼大的風波 如果蔡英文還要護航他 還要挺他 我只能跟蔡英文說 那是你自己製造的 因為你讓陳明通 繼續待在這個主委的身上 所有的台灣人民都會持續聽見 他把求溫寶的人 比喻成是豬狗禽獸 這是所有有人性的人 台灣人民完全不能接受的 而不能接受的台灣人民 就會在2020選舉的時候 用選票再一次教訓 這個令人厭惡的民進黨 昨天我看市長在議會的時候 真的氣炸了 他被接受訪問的時候 也難得我也這麼神奇 但這就像我在節目上我也說過 我覺得韓市長去大陸這七天 在民進黨的定義上 就叫做韓國瑜賣台七日遊 我也說過這個連續劇 回到了台灣來還是不會結束的 他回來這幾天裡面 剛剛好碰上我們議會的開議 昨天大家在可能電視上有看到 整個民進黨黨團 對韓國瑜市長的市政報告 他居然專注在最大的一個點 就是他的賣台 他把一國兩制 就是扣在韓國瑜市長的頭上 那就認為說你到大陸去 你就是去做一個 一國兩制的見證者 甚至宜富翁說 他一回到台灣來 台灣即將變成一國兩制 韓國瑜市長只是說 當一個市長 把高雄該推出去的東西推出去 讓高雄人的生活可以變好 可以改善 所以我覺得 陳明通知我講的 我覺得真的是民進黨上下 對於韓國瑜這一次到大陸出訪 就是定調了 他就是一定要把它抹紅 抹到說你這個完全就是政治訂單 你這個完全是不該去的 你這個去 對高雄都是一個負面的 韓國瑜講了一句話 我韓國瑜為高雄做了什麼事 你們民進黨都是反對的 你們高雄市議會黨員都是反對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會造成 大家到底開始會反感起來了 所以昨天我們收到的所有訊息都是 不是只是因為韓國瑜 大家認為說我也被陳明通罵到了 不是變這樣子 這個一些措辭 一個措辭不是很恰當 引起了一些人的這種 這個感覺上不舒服 那我實在是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對於這個引起的一些意味 特別我並沒有針對這個韓市長 我聽說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今天真是為了講了四個字 要道歉 那我覺得人就是這樣子 這麼重的字眼 講完之後 深深覺得不妥當道歉 道歉這個事情 也就希望一切就過去了 我不曉得其他民眾怎麼想 但是我覺得 經濟上比較困苦的民眾 心裡面可能還是會有一股氣 希望大家從更寬的角度來看 已經不失人 他應該要下台 為什麼 第一個 我覺得陳明通 他不單只是因為他口誤 失言或用詞不當 他的不失人在於他的心態上面 因為他打從心底 他就瞧不起在台灣基層 辛苦為自己生活養家糊口的百姓 他打從心底瞧不起 否則他不會說出 如果只為 只求溫飽 那你跟禽獸豬狗有什麼不同 第二個 陳明通在這一連串 從韓國瑜出訪這當中 一再的批評 這是賣台 甚至進中聯辦 這是魔鬼交易等等 一切的扣人家紅帽子 污衊韓國瑜 到今天他講出 所有這些紙球溫飽的人 你拚經濟 你就是豬狗禽獸 其實這樣凸顯 事實上陳明通 他就是心態上面認為 你跟我的意識形態不同 你的理念跟我不一樣 你的兩岸立場跟我不同 你就是非我族類 所以你就是賣台 你講九二共識跟我不一樣 你就是出賣台灣 但是你今天身為政府的官員 你是民眾的公僕 你對於人民 你不分黨派 不管他的立場是什麼 你都要全部照顧 但是陳明通不是 我覺得這是他不適任 最大的原因 再來講到 事實上他侮辱到的是全台灣民眾 這些辛苦在基層 勞工 農漁民 為自己生活打拚的這些百姓 因為社會上有很多百姓 事實上是為三餐不濟在困苦 但是你今天不能因為他們 辛苦的工作打拚 而沒辦法無暇顧及到其他事情 就說人家沒有忠心思想 就批評人家你是豬狗禽獸 我想這樣的批評 是完全沒有同理心 所以今天不管陳明通 你用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 說今天你拚經濟 你是拿紅色訂單 不斷的扣人家紅帽子 但是事實上 我們看到韓國瑜出訪回來 到現在 台灣的主權有絲毫的受害嗎 有受損嗎 台灣被賣了嗎 完全沒有 陳明通你一開始你也講說 主權涉及公權 這屬於中央的職權 地方政府你只能涉及到 經濟貿易相關的訂單 你講得清清楚楚 但是你過程 從民進黨上到下 你全部跳上去 不斷的砍韓國瑜 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這到底什麼樣的心態 當你們發現 韓國瑜回來以後 你們批評他的這些謊言 被戳破 就開始不斷的批鬥 鬥臭鬥倒 說你們這些只為虎口 只為求溫飽的人 你就是豬狗禽獸 這是什麼樣惡毒的用詞跟心態 所以說穿了民進黨政府 你沒有辦法拚經濟 你沒辦法為人民的溫飽 來謀取福利 你卻不斷的扯人家後腿 這到底是什麼道理 然後你扯人家後腿 你就是扣紅帽 甚至說你要修法 限制人家去拚經濟 現在你就用鬥爭鬥臭的方式 說人家是豬狗禽獸 這其實就是民進黨 慣用的手法 你今天到了選舉年 你為了要鞏固你自己的政權 你為了保有你既得的利益 你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清算鬥爭 這民眾看得很清楚 所以為什麼上一次選舉 到現在討厭民進黨的人 這麼多 而且是越來越多 所以簡單就是一句話 當官的跟做事的 不同點就在這裡 今天拿陳明通跟韓國瑜比較 當官的你就是不知民間疾苦 做事的韓國瑜市長 為地方拚經濟是苦民所苦 這很明顯的不同 民進黨上到下這三年來 我們看到 從蔡英文總統到陳明通 對於基層百姓的生活 他們是什麼心態 蔡英文對於基層勞工的 抱怨跟不滿 他說你們去找你們老闆談 不要來找我 賴清德對於基層勞工的辛苦 加班過勞說你們做功德 陳明通對於基層農民 拚經濟 養家糊口 說你們是豬狗禽獸 這就是民進黨上到下的心態 高高在上 權力傲慢 所以我在這裡 再次呼籲陳明通主委 真的請你下台 第一 為了你主導 帶領的陸委會 你今天用禽獸的字眼 去侮辱台灣的基層百姓 你下台 保留台灣民眾 對於陸委會最後起碼的尊敬 第二 也為了你所熱愛的民進黨 選舉到了 趕快下台直選 第三 你身為學者最後的封骨 請大家各界 對你保有一絲學術成就的 起碼尊敬 請你下台 好 真 完美 好 大家 高級 小